《告别娑婆》 作者 葛瑞·雷娜 翻译 弱水 第十章 治疗疾病 第二集 葛瑞 换句话说 你若成了这凶这类大师 本身已无需治愈 但你仍能治愈别人 提醒那些人的心灵 他们其实都是基督 都一样全然纯洁无罪 而且所有上主之师 在履行这一任务之际 都已同时接受了 圣灵的治疗 你迟早会变得像这凶一样 而且你会成为真理之光 不论以哪一种形式呈现 你都在为其他人 活在潜意识中的心灵 做真理的见证 白沙 说得一点都不错 怀有正念的治疗师 是这样看待他的病患 上主的教师 都是为这一类人而来的 他们代表了这些人 早已遗忘的另一种可能性 上主之师的灵在 本身只是一种提示而已 M-5.3.2 1-2 阿顿 别忘了 你说什么话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心态 当我面对病患时 心中常这样想 你是基督 纯洁且全然无罪 我们如今都被宽恕了 你自己可以想出 最贴合于当时心境的词句 只要记得先探问一下圣灵就行了 请记住 任何一种疾病 不过是死亡的彩排而已 教师指南这样描述 上主的治疗师 他们这样温柔的呼唤 弟兄远离死亡之徒 上主之子 请看永恒生命赐给你的礼物吧 你何苦选择疾病 而不惜放弃这一恩赐 M-5.3.2 11-12 葛瑞 这段话让人感到 好像需要一个外来的助缘 又让我想起奇迹课程 所谓的怪力乱神 Magic的疗法 不用正念治疗 却用幻象 包括疾病在内来搪塞问题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错 有时它确实能让病人 消除恐惧而接受治疗 阿顿 这一点非常重要 葛瑞 要你怀着正念 并非要你抛弃所有药物 或者拒绝看医生或治疗师 这是基督教信仰疗法 所犯的通病 他们把原本属于心灵上的念力修持 将化为一套行为规范了 如果服用某些药物 能让你舒服一点 那是因为你的潜意识 觉得可以接受 它能帮你不再那么害怕 那一种治疗方式 所有表面上看起来 有效的治疗都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除了救恩以外 任何治疗都只有一时的效用 然而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 包括你在内 可能更适合双管齐下的方式 在正念疗法之外 配合一些怪力乱神的疗法 不管它用的是传统药物 或是另类疗法 如此 心灵才可能接受康复 而不至于害怕它会引发 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治愈 当那一种治愈出现时 藏在病患前意识下面的 那一套人生信念 便受到了挑战 有些人还知道如何去应付 更多人则根本没有准备好 去面对挑战 这往往会勾起 小我的极大恐惧 你不用羡慕别人 懂得各种治疗偏方 但也别轻视那些 爱用偏方的人 大多数的心灵 还需要这些偏方 才敢面对治愈的问题 你只要记得 同时也用正念疗法就行了 因为完美的结果 有待不断地练习 你还在修炼的过程中 应时时记得 世上这类怪力乱神的手法 并非邪恶 否则你反会把它弄假成真了 奇迹课程这样告诉你 只要识破这些怪力乱神的虚无 上主之师就已达到 修行的最高层次了 M-16.9 5 葛瑞 资深的上主之师 虽然无需去批判 那些虚幻的偏方 但心里应该非常清楚 练习手册的这一句话 只有救恩堪称为治疗 W-140 阿顿 正是 那是练习手册中 相当重要的一刻 在那一刻里 他还说了 救赎的目的不再治愈病人 因那称不上是一种治愈 救赎能除去导致疾病的内疚 那才算是真正的治愈 W-140.4 4-6 上面两段 加上下面两段 可说是这一兄的治愈观的四大基石 心灵一经疗愈 便恢复了清明的神智 而有治愈身体的能力 疾病对神智清明的心灵 是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他从来没有攻击 任何一人或遗物的念头 T-5.5.5 2-3 他紧接着又说 小我相信 他若先下手惩罚自己 上主很可能会放他一马 连这种想法都透露了 小我的傲慢 他先把惩罚的意图 投射到上主身上 然后把这意图 视为自己的特权或招牌 T-5.5.5 6-8 葛瑞 说的不能再清楚了 我还应随时记住 不要去跟别人的身体结合 因为我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该认同 我应透过圣灵跟人们结合 进入同一个心内 阿顿 说得极好 课程中还有一段话 也道出了治愈的原则 你们的心灵不是分裂的 上主只有一个疗愈的管道 因为他只有一个圣子 上主与他儿女仅存的这一条交流连线 不只促进了他们的结合 还会进一步与上主合一 T-10.3.2 5-6 那个交流的连线是什么 葛瑞 圣灵 还好我知道答案 否则又要被当了 阿顿 你该庆幸 你不可能当掉这一课程的 最坏的下场也不过是继续在这混下去而已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葛瑞 对某些人来讲 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阿顿 我们已经谈论过这个问题了 总有一天他们会想要出离的 我是指正面的含义 白沙 老弟 上述的治愈观都是直接引自课程的 真理就是真理 但你治愈的形式和风格却是你自己打造出来的 千万别忘了 所有的治愈都属于灵性的 而不是形体上的 奇迹课程一向只在心上下功夫 修行的道具也离不开圣灵启发的某种宽恕方式 你所能做的 就是用正念去面对病患或自己 如果你自己也在受某种苦的话 那些病征有时会消失 逐渐的 你解除痛苦的本事也会愈来愈纯熟 现在我要给你灵性治疗第三个极其重要的原则了 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却绝非虚言 说到究竟 苏婆世界本身只是个迟早要消逝的一个病争而已 葛瑞 你们越讲越离谱了 我曾参加过算是开放的统一教会 但比起你们的论调 他们还算是保守的了 白沙 统一教的创始人查尔斯和莫特尔夫妇 确实是相当了不起的人 他们受了玛丽贝克艾迪不少的影响 他们对这兄的爱慕 以及致力于一个更宽容 更有爱心的教会的热忱 是不可抹杀的 只是他们把身体的每个细胞都看得太认真了 虽然统一教派对奇迹课程一向非常友善 他们很多的信徒也都兼修两门 但我们实在不该把他们混为一谈 葛瑞 你知道 人们一直喜欢着眼于善和恶之间的交战 而把他搞得像真的一样 白沙 没错 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深入过奇迹课程的正念和妄念这类观念 例如荣格 他把这一存在层次显现的妄念之境称为你的阴影 林肯总统则把正念称为我们本性中的好天使 只有课程真正把这两个观念阐释得圆容而透彻 葛瑞 这些观念至少解释出为什么人们常做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白沙 正是 人们老爱去做对自己有害的事情 不论在大事上或小事上 明知去顾饭 就像你一样 为什么你在看电影时老爱吃那些巧克力 你明知它会让你长青春痘 葛瑞 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白沙 你还真男人枪呢 葛瑞 哈 连你也知道同性恋的术语 白沙 你不会排斥同性恋吧 葛瑞 怎么会 我那一群亲戚不是男同性恋就是女同性恋 别听我胡扯了 只有少数几个而已 阿顿 我无意打断斗嘴游戏 但说真的 你何不试试 吃巧克力的时候放下你的罪恶感 可能就不会长痘痘了 我们该走了 最后还有什么疑问吗 好学生 葛瑞 当然有 不论我在夏威夷或在这儿 都能从心里治愈别人 对吗 白沙 没错 根据我们上回向圣域打听的结果 确实还有人住在夏威夷 佛教徒多于基督徒 当然还有 何那族 葛瑞 难怪岛上的人比美国大陆的人好多了 我们这回所谈的治愈问题 一言以蔽之 就是一切都是心灵造成的 不只是疾病 连治愈的奇迹都是 阿顿 是的 所有的一切 不论外表上是好是坏 从治愈的奇迹到艾滋病 到厌食症 到身体自然现象 到圣武伤 一折柱 有一些天主教圣人 身上会呈现耶稣被钉死的五个钉痕 都是心灵的杰作 每一种你们已知的 以及尚未爆发的疾病 也都是心灵的杰作 细菌是什么 不正是一种投射吗 躁郁症是什么 两种极端的情绪 除了证明分裂的真实性以外 还会是什么 葛瑞 即使是艾滋病 也不过是同一个老套心态 所玩的新花样而已 阿顿 反正若不是艾滋病 也是会发生其他病变的 14世纪时 黑死病导致4000万人丧命 若用人口比例来计算 艾滋病只是小巫见大巫 但再发展下去 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会超过4000万 所有的疾病 既然都是心灵造出来的 就算你能消灭一种病变 心灵一定还会造出其他病变的 还有时就会给人一种进步和希望的假象 掩饰了金人 其实跟前人一样在承受恐怖的死亡这一事实 葛瑞 某研究报告说 如果有人为生病或动手术的病人祈祷 患者的病情会好转 你又怎么说呢 阿顿 因为心灵本来就是一体相通的 祈祷确实会有一时之效 但那还称不上治愈 只有真正的宽恕能把潜意识的内疚 由心中除去 你只要深思一下 便不难看出奇迹课程的治疗观 不过是把真宽恕的道理套用在疾病上面而已 葛瑞 有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 我注意到自己在梦中一点恐惧都没有 醒来之后 好希望自己能够一直活在那种无惧的心境中 我记得早年的恐怖电影常打出这样的广告 你不得不一直提醒自己 这只是电影 这只是电影 有时我会在大白天不断地告诉自己 这只是一场梦 这只是一场梦 阿顿 这真的只是一场梦 有时你会奇怪 可以自己不能二六时钟都活在无惧之中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迟早会修到始终活在那种心境的 其实 你已经比从前更常活出那种心境了 只不过你老是把活的平安视为理所当然 而把注意力全放在不平安的时刻上 毕竟说来 你真是有福之人 能够继续做你的宽恕功课 当你的心灵完全被圣灵治愈时 恐惧便会彻底有你的生活中消失的 葛瑞 我以前试过治疗别人 结果别人并没有痊愈 是不是我太没用了 阿顿 你真是没用 我是说着玩的 别当真 事实上 你无法根据结果来评估 因为你无法看见心灵层次的事情 你所能仰赖的就只有这局虚幻不实的身体 奇迹课程所说的治愈 是指心灵层面的变化 有时外形上会有所改变 有时治愈的结果只发生在肉眼所不及的层次 如果有位奇迹学员只有一只脚 难道你会因为他长不出另一只脚 就认定这人没有学会奇迹课程 别忘了 治疗的对象是心灵 让我再叮咛一下 不要从你可能看到 也可能看不到的形体层面去评断结果 葛瑞 那我还是有希望成为治疗师咯 阿顿 葛瑞 你已经是个治疗师了 每一个练习真宽术的人都是治疗师 课程说过 上主的教师们没有评估自己的礼物会产生什么效益的任务 他们的任务只是给出礼物 仅此而已 M-6.3 1-2 再说究竟是谁被治愈了 答案是同一个双方 因为推到究竟就只有一个 白莎 我们该告辞了 老弟 说真的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继续发出你的宽恕之念吧 葛瑞 嘿 想起来你把我变到波特兰的那个经验 能不能在你们离开以前 再把我变到贸易岛去逛一逛 白莎 放心 葛瑞 你有的是机会去游夏威夷的 这都已经写在你的剧本里了 事实上 它也已经开始运作了 只是你此刻还无法看到而已 几年之后 凯伦和我真的不知为何 阴差阳错地去了夏威夷 在当地美丽的小镜闲逛时 我们还有一句没一句地谈论着 千居夏威夷的可化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